今天给各位介绍第十七章流体力学 我们首先讨论流体力学里头的压力 所谓流体就是说一种跟固体不一样的 它的形状会随作容器的形状而改变的 叫做流体 像我们的气体跟液体都属于流体 它是一种流动的物质 可是液体跟气体虽然是流体 可是两个有性质上的不一样 就是在于气体是可以压缩的 具有压缩性 而流体则不具有压缩性 流体力学是做什么呢 它是研究静态流体内的物理现象 静态流体内的物理现象 那么我们现在把下一个定义 就是均匀物质 它的密度 一个物质很均匀的话 它的密度是怎么定义呢 就是单位体积含有的质量 单位体积含有的质量 那么我们现在拿符号来看 假如这个M 以公斤为单位 它是代表质量 那么体积呢 我们用V作为体积 那么它的单位是立方公尺 那质量被体积除 这个就是单位体积的质量 我们用Row来表示 Row就是密度 密度的单位 我们常用的 在MKS字里面 它是每一个立方公尺 有多少公斤 那么在CGS字里面呢 它是每立方公分有多少克 那么这两个制度的单位 它的交换 它的转换是这样子 1公斤per meter cube 等于1000个gram per centimeter cube 好 现在我们看 假如这个容器 这个容器它是一个圆柱形 我们看它的破面 它里头的这个点 就是代表这个一体的某一个分子 如果这是禁止的流体的话呢 那么这个分子是不动的 它没有移动的 既然没有移动 就是位置不改变 那么根据牛顿力学 我们就知道 这个值点所受的力 一定是平衡的 就说它从四面八方来的力 那么是平衡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假如在流体里面 我们摆一个像这样形状的一个物体 那么这里有一个面 这里一个面 这里一个面 那么我们发现 作用在这个物体 各表面上的力 一定是正向力 跟这个面是垂直的 原因就是说 如果这个力不垂直的话 那么在这个分子 一定会在这个面的切线方向 有一个分量 于是它就会在这个切线方向呢 产生位置的改变 它既然位置不改变 那就表示说 这个值点呢 它没有切线方向的分力 只受正向的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静止流体 在这个物体的表面的力 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就是F是等于 这个Fn就是代表normal force 跟这个表面垂直的力 这个大小是垂直 那么这个是它的方向 这个是方向 那么这个N是 N是代表一个univector 单位向量 是表面的单位向量 是垂直向外的 那么因为这个力呢 我们这个力是 像 比如说这个 像朝这个方向 跟N的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这里有个F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说假如这个 物体啊 不像这样子 这个面 这么大一个面 都是皮面 这里这么大一个面 也是皮面 如果这个物体是一个 任意形状的物体的话呢 那么我们怎么算它的面呢 怎么算它的压力呢 这个 是这个面 这是大的皮面 大的皮面 上面的正向力 被这个皮面的面积来除 是这个地方的压力 如果这个面积很小的话呢 我们取一个很小很小的面积 很小很小的这个面积基数 那这个F也是要跟这个面积基数垂直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正向力 那么DF 作用在这个DA的面上的正向力 被DA来除啊 那就是这个DA表面上的压力 压力就是单位面积 所受的正压力 好 现在我们看到流体里面啊 它有压力 我们刚刚讲 你物体摆在任何地方都会受压力 我们经验告诉我们啊 这个物体越深的话呢 它所受的压力就越大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探讨 压力跟它的深度的关系 就是跟表面深度的关系 或者是跟这个容器底面的高度的关系 是什么 好 那我们首先就在这个容器的议体里面呢 画一个这样的一个轮廓 一个圆形的 好像圆盘一样的一个圆 的一个轮廓 这还是这个议体哦 还是这个议体 好 那么 这个轮廓静止在这里 它静止在这里的话呢 就表示说 它所受的力啊 一定是平衡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 水平方向的力 这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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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代表水平方向的力啊 相平衡了 就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力跟这个力一样 就是平衡了 那么就上下的力呢 好 我们说 假定这个下底所受的力啊 叫做P 上底受的力呢 叫做P加DP 就是比下底多一个DP 而下底的这个位置呢 是距离底边 这个容器的底端 Y高 那么它的厚度呢 是DY 所以这个高度啊 这个面的高度呢 就是Y加DY 好 在Y高处的这个压力是P Y加DY高处的压力 是P加DP 好 那么我们根据 因为这个 这是垂直方向 Y方向 Y方向的合力 也必须等于零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 向上的力 就等于压力乘三面积 PA 向下的力 就是负的 P加DP乘三A P加DP 再来一个重力 这一块 一体的重力 向下 也是负W 这个力加起来 要等于零 这是根据平衡的 第一条件 好 那么我们把这PA 消掉以后啊 我们就得 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PA 跟这个PA 消掉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 把A也消掉的话 我们就得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表示 是 这在流体力学里面 非常的重要 就是DP over DY 要等于Row GY 就是说压力 跟高度的 随高度的变化率 压力随高度的变化率 是等于 负的 Row G Row就是密度 G就是重力加速度 这个 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式子 各位一定要 把这个式子 要留意 要记住它 好 在这个式子里面呢 我们说 如果 这个流体 是一体的话 因为它具有不可压缩性 所以Row 是一个定值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定值 所以一体来说 DP over DY 要等于定值 如果是气体的话呢 那么这个密 因为它具有可压缩性 你密度越 压力越大的话 密度呢 就越大 因为它体积越小 密度越大 那么 那这个时候呢 Row 它就不是一个定值 那它是跟什么 跟流体的高度有关 因为 高度跟压力有关 对不对 Row跟压力有关 所以跟高度就有关系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 积分一下 这个式子积分一下 说DY乘过来 积分 好 积分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 得到这样的式子 这个积分就是 P2 减P1 这是FuRow G Y2 减Y1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是指什么呢 是指这个流体 镜子的流体里面 P1就是第一点的压力 第一点压力 我们选择在这里 第一点 它距离底边是Y1高 第二点的压力呢 我们现在选在它的表面 因为它的表面 这里没有盖子 所以它的 这个表面跟空气相连 所以P2 是这个表面的压力 它就是等于PA A就是 Atmosphere Pressure 就是大气压力 大气压力 OK 这就是大气压力 好 那么我们从这个式子 然后积分以后 我们就得到P2跟P1 与Y2跟Y1的这个关系 这个式子也是 我们以后常常要用到的 好 现在就说这个式子是 这是P2 它的距离底边是Y2 距离底端呢 P2 距离底端是Y2 那么我们另一个特例就是说 如果这个是跟空气相连的话呢 跟空气相连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的压力就是PA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 反过来 刚刚是以这个为参考点 这一点距离它是Y1 这一点距离它是Y2 好 现在我们反过来 就说 Y2 它的位置 我们以表面为标准 作为坐标的原点 它是在0 OK 那P2呢 那P2呢 是等于PA 而Y1在这里 Y1刚刚距离底边是Y1 第一点 距离底边是Y1 现在距离这个表面 一体的表面呢 那就是H声 它是Y2 它是Y2 Y2-Y1 我们令它等于H H声 好 压力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P P 好 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Y2等于0 Y2是0 PA是等于P2 带进去 结果我们就得这个式子 好 这个式子是一个鼎鼎大名的 叫Pasca定理 Pasca定理 它就是 意思就是说 在一体表面下面 H声的地方呢 它的压力啊 跟这个高度的关系 它是等于表面 大气压力 加上RhoGH 在下面的每一点呢 都是PA加RhoGH 所以呢 它的P其实就是跟这个H有关 跟H有关 好 那么它的物理意义就是说 它意面下同一个深度的H的地方 压力通通相同 就是你这个深度不一样 压力不一样 但是深度一样的话呢 压力就一样了 这叫Pasca定理 我们从这个定理来看 如果这是一个密闭的容器 就是说 从它的表面 到底边 表面有个盖子盖起来 密闭的 OK 它还是满 满足这个关系啊 密闭的话呢 那就是表示啊 它这个PA 没有了 它跟这个大气不接触啊 所以它就是P等于RhoGH 好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某一个地方 加一点压力的话 某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加一个压力 你用一个 假定这是一个盖子 这个活塞 你在这个活塞往下压一下 加一个压力 加一个压力 那么底下的pressure呢 那就等于这个值再加压力啊 加一个压力啊 那么这个压力呢 我们知道 你加在这里 可是这个地方 所有的地方的压力 都增加一个P 这里也有个P 向外 这里也有个压力向外 底也有个向你向下 那就是说 你只要在密闭的容器里面 对这个议题 在任何地方 加一个压力P的话呢 这个压力P 就会传递到 所有所有的地方 这个就是 Paskas Law 如果你这里有一条鱼在这里 你这上面一压的话 这个鱼受不了 因为它的表面 通通受一个这么大的压力 表面通通有这么大压力 那可能这个鱼就会死掉 眼睛可能都会突出来 内脏可能都会被你压缩出来 好 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个Paskas Law 我们来设计一个机器 叫做液压机 叫Hydraulic Pressure 像这个是一个密闭的容器 里面装满了某一种的液体 通常都是油了 因为水的话当然可以 可是水很容易让这个金属的容器生锈 所以我们都是用油 这里有一个小火塞 这里有一个大火塞 大火塞 油压机呢 如果我们在左侧的这个火塞上面 加一个力 小F 那么于是 这个表面呢 就会有一个增加一个压力 就是F被A来除 F被A来除 而这个压力啊 它会传到每一个地方 传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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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到这个地方 也传到这个地方 OK 它压力就是P P就等于F over A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压力 顶着这个大火塞的话 于是大火塞呢 它就会受到一个总力 叫做P乘A P就是P称上它的面积 A大A over小A F 因为P是等于F over A 再乘一个A 就是这个 这个式子就表示说 因为小火塞 比大火塞A来得小 这个分数呢 是大于1的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加一个F呢 那这个 就是说这个地方 用力 施力F 那么这个火塞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比这个小F要大 那就是大A over小A 被F出 这是油压机的原理 那么我们看到油压机 它的运用很多 尤其现在我们看到 满街都是沙石车子 沙石它那个斗好大一个 大了几吨重的沙 它到了一个地方以后 它只要把这个斗衣倾斜 那沙就掉下来 就卸下来 那么什么力量让这个斗 车斗倾斜呢 就是利用这个油压机 hydraulic pressure 那么我们去看牙医的时候 它那个椅子也可以上升 对不对 一个人就是几十公斤重 那椅子也差不多几十公斤重 那一个牙医怎么能把你这个椅子 提上去呢 它用脚踩到那个小小的一个踏板 这个椅子就上升 就是说它用一个很小的力 可是这个椅子呢 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力 让它上升 这就是抑压机的一个原理 因为A 大A比A大 所以这个F啊 大F呢 就比小F呢 来得大 这是油压机的原理 好 我们现在再看 看一个现象 这是一个U形管 它的界面就都一样大 现在装了某一种液体的话呢 那么装好了 它镜子的时候 我们发现 两个背上面的水平都一样高 这E面都一样高 这个A 这边是A 这边是B 是一样高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背上面呢 倒进去某一种的液体 跟它不一样 倒进去一种液体 不会混合 比如说我现在倒油进去 它就浮在这个水面上 这个是水 这个是油的话 好 你倒进去以后啊 你看这个液面呢 右边的这个就上升了 原来它的高度是 是两边一样高 现在就上升了 结果变成了 这个样子 就是说 假定 这个液注的高是L 然后这个又比这里高一个H的话呢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Paskaslo Paskaslo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结果 好 比如说 我们现在 加进去了这个液体 然后这个液体的交界面在这里 这个都是同一种液体了 好 我们就从交界面呢 做了一个虚线 就表示说 这两个水平 是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水平 那就是说 它们距离底端呢 是一样的高 一样高 高度是一样 那么 我们就知道 这两点的压力啊 一定相同 对不对 因为高度一样嘛 你不管哪个算Y2 哪个算Y1 Y1等于Y2嘛 这高度都一样嘛 对不对 好 那现在高度竟然一样 那么现在就反过来 从上面来看 C' 它的压力是什么呢 它的压力 它的压力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 我们假如 假如这里头没有大气压力 那它就是 那它就是什么呢 Rho Gl 其实这里 我们应该把大气压力也加进去了 大气压力 加上 水的密度 乘上这个体积 这个体积是什么 它是L乘A 它有个A的体积 L乘A 然后乘上重力加速度 就是它的重量 重量被这个 面积来除就是压力 就是压力 A就没有了 这就是它的压力 然后等于这一端的压力 这个压力就是什么呢 也是PA 这个PA 跟这个PA约掉了 我们都不算了 那就是等于 Rho G 乘上这个高度 H 加L OK H 加L 好 那么我们现在 就把P 我们现在从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式子 等于 这个式子 OK 那么我们就有 Rho Rho Over Rho W Rho就是这个 议题的密度 那么Rho W就是 水的密度 B 就等于这个字 OK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 可以知道 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 跟这个高度的比 是等于 这个水的密 等于这个密度 比上这个密度 就是说 密度 跟高度 这个称反比 好 我们现在再看 假设地球 大气层里面 重力加速度G 跟高度 没有关系 G都一样 假定都一样 空气的密度Rho 它不会随着 温度变化 其实 我们这个 温度是在变化的 像我们到高山上去 你到阿里山去 它的温度 高山的温度 就比我们平地温度 要低个12度 差不多 我们假设 我们假设密度 不随温度 变化 其实变化是有了 就是说 这个变化比较小 我们忽略不计 那么空气 有压缩性 所以空气密度 跟压力就成正比了 压力对密度的关系 非常大 所以这个可以不计 那么压力跟密度 成正比 我们现在要求 距离海平面 Y公尺处的大气压力 P是多少 海平面 Y公尺高的地方 大气压力是多少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假设 海平面的高度是0 海平面的高度是0 它的压力呢 是Rolling 密度是Rolling 压力是P0 那么我们从海平面 上去Y米高的地方 压力变成Roll 压力就变成P了 因为密度跟压力 成正比 所以Roll 就是Rolling 跟P0成正比 Roll跟P成正比 那么Roll跟Rolling的关系 就是这样子 Roll比上Rolling 要等于P比上P0 我们把这个关系 带到流体力学里头的 这个公式里面去 就是这个Roll 换成这个Roll 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这个样子 现在Roll等于什么呢 Roll就等于Rolling P over P0 好 那现在我们积分 高度是从0 即到Y米高的地方 压力呢 就是Y等于0的地方 压力是P0 Y等于Y的地方 压力是P Y等于0的地方 压力是P0 Y等于任意高度的地方 压力是P 好 这个积分的结果呢 这就是LogP over P0 这个是常数了 所以它就 呈上一个Y而已 好 于是我们就知道 P over P0 就等于Exponential 负的这个值 次方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把刚刚那个式子的P0乘过去 它就变成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表示的很麻烦 那我们就把这个常数 Y前面的这个常数 用A来表示 A就表示这个常数 于是Y米高处的地方 它的Pressure就是这个 你看它是Exponential的 负AY之方 它就是随着Y呢 做Exponential的递减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如果是水的话 压力与深度的关系 是这个Pasca's law 如果海平面下空气的压力 刚刚我们倒出来 海平面上面 空气的压力 跟高度的关系是这个 两个函数 我们把这两个函数 绘在这个图形上面 图形上面 你看 这个是空气 这个是水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是海平面了 就是说这个是海平面了 这个是代表高度了 海平面 海平面的话呢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的压力 我们就当作一个 一个标准的话 那么 海平面这是Rolling了 这个是Rolling了 Rolling OK 好 那么 越深的地方 往海水 越深的地方 它的这个 pressure 随深度 变化 那么就 就是一条直线 越深的话 这个直就越高了 越大了 越深 而这个空气的地方呢 就是越高 这个就是海平面上面 这是海平面下 越高的地方呢 它的压力呢 就越小 它是成 Exponential的 下降的趋势 那它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趋势 OK 那么我们可以 可以发现 我们 这个 这是海平面 这是海平面 这两公里的地方 这个密度就变非常小了 压力也变得非常小 那么越高的地方呢 空气越稀薄 越稀薄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两个关系 一个是海平面下面 一个是海平面上面 它的函数的 一个曲线 我们现在看 我们要侦测压力的话 我们会有一种仪器 叫做压力计 叫Pressure gauge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一个锅炉 锅炉里面 会有很大的压力 那这个压力啊 我们一定要监测它 不要让它超过 某一个临界值 超过的话 才会爆炸 那么我们怎么 怎么 怎么侦测这个压力呢 那就是我们 有一个仪器 它的基本构造就是说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U型管 这个管呢 一端跟这个锅炉相通 另一端呢 在大气 跟大气相通 里头装了水银 装了水银 好 那么当这个锅炉的压力 是P的话呢 这个压力啊 根据Paskas law 这里有P的压力 它就会传到每一个地方 传到每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密闭的容器 这个压力就是P了 这是P1就是P 我们以这个为标准 P这一点距离这里是P1 那么这个口呢 这个背上面的这个椅面呢 它距离这个底端 就是Y2 我们假定这个地方叫做P2 它就是PA 就是大气压力 大气压力 好 现在我们就用Paskas law 来看 根据Paskas law 这个两点距离底端 一个是Y1 一个是Y2 这个地方的压力呢 它就是P加上Row GY1 这一点的压力呢 这个地方的压力 就是这个地方压力 根据这个来看呢 它就是P加上Row Row呢 就是这个Row 是水银 这两个都是水银 RowGY2 那么 我们知道P2 因为跟大气相连 所以啊 它的密度 它的大气压力是PA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这样子的 P 选择PA 对于Row GY2 减Y1 Y2 减Y1呢 我们就用H来表示 这H就表示说 你这个水银柱 高度差 左右两倍水银柱的高度 水银柱的高度差 是H 那么 于是啊 我们就说 这个压力 与大气压力 的差 是等于Row GH 你从这个表上面 只能看到什么呢 你从Row GH 可以算出 P-PA的大小 P-PA 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 它不是这个压力 这个真正的压力 P我们称它叫做 绝对压力 Absolute Pressure PA是大气压力 那么P-PA 是我们这个 这个Gage 这个压力机 所读出来的压力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 Gage Pressure Gage Pressure 是等于高度 它与 两个翼柱的 高度差成正比 所以这个名称 一定要记住 以后你做题目 就看清楚 它说里头有 Pressure 可是并不是 Absolute Pressure 它是Gage Pressure Gage Pressure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我知道 Gage Pressure以后 我怎么知道 这个Absolute Pressure 我就是要知道 我就是要知道 Absolute Pressure 我就是要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 怎么样子 侦测 PA的这个方法 我们要了解 这也有个仪器 也有个仪器 OK 这个仪器呢 就是说 我们这里有个水银槽 倒满了水银 然后我们把一个室管 比如说好像室管一样的 起初里头不装东西 你把它颠倒过来的时候 其实不装东西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颠倒过来 注满了 注满了这个水银 然后把这个口封住 然后把它倒插在 这个水银槽里面 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封口的地方拿开 于是这个水银呢 水银柱就会下降 下降OK 因为这个重量很重 下降 下降到某一个高度 它就不下降 那这个当中是一个真空 这个真空 可能是我们人做的 最好的一个真空 抽的最好的真空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看 我怎么样子算出 这个大气压力 大气压力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水银槽的底端 底端 同一个高度的地方 我们取两个点 一个是A点 一个是B点 A点B点 OK 好 因为这两点 它的高度相同 好 现在我们看A点 它的压力呢 就是 就是 等于PA 加上 Rho GY1 根据Pasca说 PA加Rho GY1 是这个 好 那么 第二点 第二点 这应该是P1PB P1P2 或者说 你这个是PA 这是PA 这是PB 好 那么这一点呢 因为里头没有压力啊 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的压力呢 就只等于 Rho GY2 Rho X 这是水银 所以我们用这个 好 因为这两个 同一个水平 所以P A 要等于P B 于是这两个相等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 P A是等于Rho G H Y2 减Y1 那Y2减Y1呢 就是这个水银柱高 水银柱的高度 就等于Rho G H 好 那么这就是 大气压力 那现在我们 规定 就是说我们大家 说好 当H等于76公分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气压力呢 我们就定义它 叫做一个大气压力 一个大气压力 OK 76公分高 那么我们可以算出来 P A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Rho Rho就是它的 水银的密度 层上G9.8 m per second square H0.76公尺 0.76cm 就是这个 算出来是等于 1.013 乘10的五十方 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值大家也要 记一记 常常用到 那么我们另外有一个单位 纪念这个Pasca 就是在大气压的压力里面 N per meter square 我们就称它叫做Pasca 因此 1.013乘10的五次方的 N per meter square 它就是等于 1.013乘10的五次方的Pasca 1.013乘10的五次方的 Basca